第1536集 不信没事 莫小玉看出来了陈南路的犹豫 说道 你放心 我不会把它怎么样的 我只是不想这笔生意坦诚 还有 穆正琪对于出售英泽集团的股份 是怎么说的 他说 坚决不卖 还和我吵了一下 说这是他父亲打了几十年才留下来的江山 不可能说卖就卖 莫小玉点点头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虽然英泽集团 现在不好过 主要是资金压力过大 但是要是出售股份 这事还是有些难 不过呢 这让莫小玉有了一个主意 只是现在还不能告诉陈南路 因为他看得出来 陈南路有些犹豫了 那一番云雨过后啊 莫小玉支着下巴 看着死去活来的陈南路问道 是不是 觉得和我在一起也没有保障啊 你放心 无论我怎么对英泽集团 那都是针对穆家负责的 你是我女人 我不会做不是男人的事 只要你听话 你这辈子都会幸福的 我知道 只是 我不想再在英泽集团呆了 我想离开 虽然我知道 莫正吉现在所谓的对我好 是因为什么 但是每当面对他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很别扭 陈南路捋了一下头发 露出自己的脸 说道 莫小玉点点头 你还是不能离开 你现在离开 穆家的东西 你一点都得不到 陈南路虽然不敢不听 莫小玉的话 但是学面露男色 莫小玉想了想 坐了起来 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 好像是叫什么人来酒店 你先睡会儿啊 我下去见个人 待会儿再上来 莫小玉拍了拍 陈南路的肩膀 说道 房间里的空调开得很足 莫小玉还给陈南路 拉了拉被子盖上 莫小玉收拾停荡之后 下了楼 此时 顾依依已经在楼下大堂里等着了 阿哥 都到酒店了 怎么不开个房价 还让我在这里等着你 顾依不满地说道 先别说这个了 我问你 能不能配置一种药 让人间歇性的发狂 我说的发狂不是真的疯了 只是难以控制自己的那种 哎 又要害谁啊 顾依依感兴趣地问道 你问了太多了啊 莫小玉板起了脸 顾依依撇撇嘴说道 你以为我是开药铺的呀 我回去想想吧 阿哥 你的要求可真是奇怪 这些毒死不就完了吗 莫小玉看着顾依依离开的背影 无奈地摇摇头 这丫头还是这样 但是莫小玉知道了 她都是为自己好之后 在心里对她宽容了很多 莫小玉也没有注意到 顾依依刚刚出去 一辆出租车就开了过来 顾依依坐进了副驾驶的位置 而车上还有一个杜小婉 哎哎 怎么样啊 她在这里干什么呢 车上的杜小婉 是跟着顾依依一起来的 原来到了唐州之后啊 莫小玉和小飞花去了酒店 这次小飞花老实多了 开了个房间独自休息去了 苏菲和陈婉莹都感到奇怪 但是还以为是她开车累了呢 根本没往那方面想 而顾依依呢 则是去了自己租住的房子 并且第一时间通知了杜小婉 来这里找她 嗨 还能干什么 找女人呗 顾依有些生气的说道 谁啊 杜小婉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也不知道 你最好也不要管这事 她不喜欢的 莫小玉不喜欢 莫小玉不喜欢那事多着呢 但是她却不想就这么算了 于是在路上借口自己从这里回家进 于是下车了 而她在拐过一个路口之后 搭车又到了那家酒店 可是呢 却不知道莫小玉去哪了 更不知道莫小玉在几号房间 问前台 人家也不会告诉她呀 这丫头也是铁了心了 就在大堂里坐着等 还给莫小玉打了几个电话 但她都没接 不是不想接 而是她正在陈南路那里忙活着呢 结束之后 莫小玉拿起手机看了看 好像是杜小婉的手机号 莫小玉想了想 就知道这事肯定是顾依依泄露出去的 本不想理会这丫头 但一想到顾依依的话 觉得不搭理她也不好 于是就回了个电话 喂 找我有事啊 嗯 有些事 你在哪啊 我在哪儿 不是你有什么事你说吧 现在外面很黑了 我不敢回家 你能不能送我回家呀 送你回家 你在哪儿啊 我就在楼下的大堂里 我知道你在上面 哪个房间啊 我可以去吗 啊 那你等会儿吧 我下去 挂了电话 抱歉地对陈南璐说道 抱歉 我明天要飞银川 有些事还没处理好 不能陪你过夜了 你是回去呢 还是在这里睡啊 懒得回去了 就在这里睡下了 你要是晚上没地儿去了 可以回来找我 陈南璐疲惫地说道 莫小鱼点点头 小心令狐兰心啊 他有什么动静 告诉我 直觉告诉莫小鱼 令狐兰心在英泽集团这么久 不可能是来当专职情妇的 肯定有他的目的 而且令狐兰心的背后 肯定是日本 那皮特他们瞄准了英泽集团 名下的矿山 这后面就没有日本人的影子吗 莫小鱼不信 日本人擅长隐藏和声东击西 当年日本就要和中国 合作开采枣装煤矿 开采出来的煤炭 全部卖给日本人 免费开采几年之后 地下设备全部免费给中国人 但是设定的年限到了之后 日本人撤走了 中国人发现 枣装煤矿 已经被挖空了 散开采访素兵的